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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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关机自由拍下 你赞一下这个题目啊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 试试看你会有什么事 如果你说你有看过这个题目 你也写过 你想看看有没有别的算法 OK 有时候我们 这个题目我们不会给他拖 他在台课 他不会 我们不会给你拖 重点是你用没有在写 所以这一题目如果你没写过 试试看你会怎么写 如果你写过的 请你一下看看他没有别的想法 有时候你别的想法 你一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 诶 诶 我想没有这样写 好 OK 再看一下这里 给你们五分钟 你会叫我礼至上 好不顾 这样算 今天礼拜三 稍后一下 今天礼拜四就会消息 好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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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礼拜 好少一次 现在会开心 好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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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那么简单 coup 可以吗 好 用幾合體啊 一出現啊 最重要就是褲子嘛 所以我就會把褲子畫很大 所以你看我畫很大 OK 就把褲子畫很大 那之後提不給的線索你就會把褲子放 所以他給長褲子我就把褲子放進去 最後他會A組的長褲子也會很帥 好 這個 這其實是一個很小的 剛剛看起來是一個很大的 那是一個很大的 那是一個很大的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讲一件事情 你学了一些工具之后 你的脑袋可能就会因为这些工具而缩小 因为你会想说我想自己的问题 我可以去这样看他身上 可是你会忘记你最原始的算法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回答三谈就是他其实跟资认谈 所以如果要解这一题的话 我讲实在话 如果让我去放 我会把它放在国中或年级 这一题就被记出来 有人会说 为什么 我们现在看这一个题目 如果一开始你现在看CARE这个题目 你看到有一个8有一个7下面原有什么 那你会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会问 他的面积是多少 所以如果在这种想法之下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看 我的地方你会做这件事情 我们先我们想的问题是这样子 不是一定要算 你要去想你能不能做出来这个答案 就是你能不能算出这个高 好在国中阶段的话 这一个问题应该很简单 那个高的算法的话 就是设这里是多少 0x那这里就是多少 5-0x 所以我们就要通常的使用B4D比对不对 左边的B4D比 叫做8-0x-0 7-0x-0x-0 会等于中间 AH的比 不是AD 而是AH 那你找到AH的比之后 基本上那个时候的等式 可以让你求最X 当你求最X之后 你应该可以很顺利的把 这一段长度叫做什么 X-3 找出来 那这个高来 基本上高来的B4D比就被它们算出来 所以当X-3的数字跟AH都算出来的话 那接着来设限段以后 被B4D比再想出来一次 有所以这一笔它是两次的B4D比就完成了 这样别东西就完成了 所以我这边要跟你讲一些事情 余选地你办得到的 B4D比多半个大 你要去想当妈妈是谁啊 她妈妈就是B4D比较 对啊 二子办得到的妈妈 那我随便了 这一笔码都可以 你有的你妈妈都有 OK 所以一定可以推出来 因为你是慢慢的推往后去啦 OK 所以这一件事情 我这样子讲 你应该听得懂怎么算的啦 所以我要讲一下啊 你遇到三两次的问题的时候 当你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你不可以就把骨灰症 干脆我就回到B4D比以前去做 有时候你就可以做出一些东西出来 那虽然我们学到余选地理跟正学地理 它是一直对我们解释的 有帮助是因为 它可以快速的直接调料到下一个阶段 那可以省掉一些东西嘛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想用余选地理解释的一笔话怎么办 那有种人马上就可以解释出来 可是我要先回顾一下一件事情 解释一下你马上写出来 那个马上是你想的吗 还是你只是顾置别人的动作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些问题 我要讲一下 有一些数学的问题 它可能被你怎么样 浪费掉 浪费掉的原因就是 你少了那个想 你只是得到它的答案 那我再强调一下 那个答案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那个想法才是 未来解释其他问题的重点 因为你学校的时候 遇到问题就是 可能是没看过的 可是你以前应该要想过 它有一样的路径 它只是没想过那个路径 你永远只是在复制一样的动作 在把它完成一样的算式 那我要讲 今天在参考书或者是自求 我们很少人看到你没看过的题目 为什么 因为要说一个比较漂亮的题目 需要一点时间嘛 可是我们要快啊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把题目拿出来用一下 那我也直接坎坎讲 题目当中书就是从大考题拿出啊 从课本里面拿出来 我也没有注意再去想新的题目 所以我光编论还不起来 还要再去想新的题目 很难 所以我相信大家拿得到的题目就是这样子 所以拿到的话 基本上你能把握的特性就是 你是第一次看到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 你就去思考看看 第一次看到 你所上有这些公司 那你怎么会去解释这个题目 不要单纯思想说我把答案算出来 所以记住这个算法以后就可以用了 其实这样不太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点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的话 你应该去想 我竟然要你去算这个长度 那通常我们就要去联想 这个长度是不是存在哪一个三角形之中 所以你就会看到它的这三角形 那我说的这个长度 它其实也是存在 在右边这个三角形之中 所以你就会画出来 那这两个三角形你就开始想 它除了有空洞片之外 其实它还有什么特征 所以这时候可以找到的就是角度的特征 那个角度就是什么 这两个角度怎么样 互 所以如果我们称这个叫α这叫β 你可以知道α跟kβ是互乎角 那互乎角的话 它们的第一个sign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用 编长三个去写出sign 你知道有sign 那sign的话你除非你丢歪纪圆斑基 不然我们sign还是写不出来的 可是有三编长的话 我们刚刚有学到一个 三编长被推口塞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胆的去使用 口塞α去跟口塞配方 我们可以通过三编长的假设 去把它写出来 口塞α跟口塞配方 它们会存在一个关系 是叫做想像的1 1 1 2 互乎 那口塞180-α的话就是β 那口塞180-α的话就是β 那口塞180-的话会得到助口塞 所以它们互乎的话 它们口塞就会参与4 那减生相反数 相反数相像会有2 这是一个特征 而这个特征配合写出一个方形式 那这个方形式接下来要做的动作 只是把 口塞α等于什么 三编加s 减掉8编 除以2乘3乘0 那口塞β呢 就是什么 2编加s 减掉7编 除以2乘2乘0 最后等于 那接下来是解放式 解放式应该是 所以我们在算数据里面最简单的事情 我们重点是在列那个式字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笔有列式就是在这些事情 20块 OK 这是一个观察 因为你要问个问题 我们就会观察你的问题 那怎么观察就是你要被训练出来 好吗 问题跟什么三角形的块 那你就开始去想像 好 这个 这样讲我们的理 所以黑色这一块的话就交给你自己去算 算好 算好就不做了 多不够了 好 但是这一题啦 除了这样子想之外 其实后来也要有东西去想 老师 你说来这个问题 欸 就实在于这个蓝色三角形 其实在这一个图形里面 除了看到蓝色跟看到红色 其实我还有看到橘色 都看到橘色这个三角形 所以这也是一个想法 好 那如果这样看的话 看你要用蓝色配橘色 还是蓝色配橘色 那如果我现在用的是蓝色配橘色 这时候你会发现蓝色三角形 跟橘色纳一形 有一个共同讲二绳 一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去思考 其实PositeV可以用谁来表示 可以用蓝色三角形来写来 就是说8比加3比 减掉X比除以2×8×3 可是欸 那如果被橘色三角形来形容 口散B的话 他其实是用什么 8比加5 就是那个3加2加钱的图形 再减掉7比 除以2×8×3 现在我如果写出了另外一个人次 是以这样来形容的话 那这一个人次是不是也可以求 所以我们要写四次的话 就找到一个关联系 那这个关联系能不能产生人次 那有一种是相加的人次 有一种是主边整右边的人次 那这个口散B 通通道有大家有关系它吗 它只是一个桥量 算口散B可以用蓝色酸 也可以用橘色酸 那当然你列约说 算口散C可以用红色酸 也可以用橘色酸 那都会用到一个屎 那这个时候它有一个特征 就是当你的关系只能想到一个 那你的位置数也是 对 所以 所以 用我们以前的算法 也已经习惯出来 两个位置数 最好要有两个条件数 後面你解联系来看看 对 所以它那叫什么 两件数是特殊的 不然的话 我们拿去一个条件数 去解释两个位置数 一个特殊 好 所以这两个 这里再补充两个结法 好 那这两个结法的话 就是预旋利益的结法 好 这样问题 可以吧 好 那 现在讲的这个东西 这个现象 太漂亮 当有一个线 被这样子平分掉的时候 这两个角度就是5 它们口散C相较会等别 那这个条件太漂亮了 所以漂亮到最后 我们就得到下一个公式 就是说中线利益 中线利益 中线利益 所以中线利益下 也会把它平分掉 可是中线有一个特殊 就是这两个线段 才会一样 然后我觉得很漂亮 所以中线利益 就会出现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利益 叫做 PG四边形定 那其实它都是用到 物理的角 相较会等别 国塞子相较会等别的特殊 它们会录回到 那个相反去 这个特殊 所以等一下 我们还要再补充两个方式 第一个人叫中线 第一个人叫做 那个利益四边形定 OK 好 那这边解的话 就交给大家 就不解了 好 所以你看到一个图形啊 我们要把你的问题 融入出一个关系式 这个要靠官场 OK 但有时候官场 你不要局限在那个 你现在学了三角 三角式就非得到三角式 其实有很多东西 不用三角式 因为你去了解这件事情 你在学的东西 其实是由浅到深 那我们现在用了解论 这个解论 这个解论也可以当你神调一段路 神调神 神调我走高的路啊 但是也不代表我不能做 OK 你懂吗 好 所以这一笔给大家开玩笑 那时候我们要再公平了 让我们来帮你手 就是听你这边请进 好 让我拍摊一次 好 那他第十二话 基本上是确定得到的是结果啦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刚才有在意的题目 你发现我们有一些题目会使用到 当两个脚互补的时候 它们的口塞词会差一个的话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所以后来我们在一些课系上面 我们就去找有没有互补的两个脚的形状 所以后来比例试验就会很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例试验行定 它其实要我去证明这些事情 为什么才会出现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发现互补的口塞词会相加的比 互补的两个脚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很积极地去找 互补的两个脚的形状 所以我们先画一下这个形状给大家看 平行之边形 因为平行会造成这两个脚互补 这两个脚互补因为平行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还蛮漂亮的 这两个脚会互补 那请问一下这两个脚会在哪些三角形式中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默默地写出这些事情 然后把脚会在这一条角度线 看这个角线 所形成的三角形里面 OK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用到这条对角线 那就是要V组 那还会用到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另外两个边 那为什么我们要找平行四边形 因为我们希望边不要太负责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利用这个边跟这个边一样 这个边跟这边一样的平行线 不然有人说 虎虎的话还可以做平行的 对不对 可是我不想要那么多不同的边场 所以我就用两种就好了 所以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一样 那就用平行四边形状做成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定一下我们的边场 因为平行四边形 我们认定abcd 那这个时候我们利用ab跟cd长度一样 所以这两个长度就设为aa 就设为b 好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形容 什么叫做工杉拉伦 那来做法就是ab加b 减掉对面的长度比方b组 20 20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有nmg的长度 好 橘色零化 因为b这个三角这个角 他会落在橘色这样先做下来之后 这个三角形里面 那这个三角形里面呢 你再去形容什么这个工材b 你会发现 用的东西虽然不是用这个边场 但是这个边场跟这个一样强 所以 你会用ab加b组织 会写出一样强 好 那这要减掉a70 啊 这里能处于2ab 好 会产生这种现象 好 那这时候来结合这两个式子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加法 为什么 因为左边那两个相加等于一台 因为你知道吗 怕被拉伸入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放相加就好 所以它被相加之后 就会等于 那等于这些事情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两个分部都是用ab 所以可不可以写在一起 写一个用ab 那上面就留下一个东西叫做ab 加b组 ok 剪掉一个东西叫做b组 那剪掉一个东西叫做b组 那剪掉一个东西叫做b组 对 因为 跟我一样嘛 所以就写在这里啊 那根子就直接相加 那ab加b组 加ab加b组 就是两倍 那这个时候 你再把2ab组 过来这个 其实就不见了 那你会发现 又没有减 那可能 可能 那被拉去把它提到左边来 又再加了 所以在进破整理之后 你会发现b组 加上谁 acb 其实就会等于两倍的ab加b组 那所谓的ab组 其实就是平行思念型的两组对边 那就只有两组对边啦 aa跟b组 那这两组对边的平方 相加嘛 那两倍的话就是 两个ab加两个b组 所以 撑起来有没有叫做四片平方 有嘛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通常还会写 ab组 b加上ab组 这两倍 另外a组就是ab组 ab组就是ab组 b组就是a组 b组就是a组 那其实 右手边这个地方 我为什么会参四个边的平方合 是因为ab组 两个 那就一个当做cd组 那比a组组有两个 那一个当a组组 另外一个当b组组 是一样大的 所以听起来 就好像四边的平方合 注意一下平方合 就是平方合完之后再加 而平方是加起了在平方 不是差很大 所以我们是平方合 所以四边平方合 等于两对小线的平方合 所以我们就做到一个 比如说平行四边情地 比如说对小线平方合 会等于四组对面 四边平方合 平行四边平方合 就是这样 那实际上就是这句话 那我们用的技巧就是用 用力悬啊 对啊 菩萨α和菩萨非常大物足啊 所以他们两个菩萨子 就相加比较 所以就这样用下 所以已经结束了 好 那这个方便 那当然我这种正法的话 其实就是利用我们观察到 α、meta的核心矩形 那还有一种叫做什么 就且算且走 且算且走 且算且走的就是 你不跟我说 你要对小线平方 那就是需要绿色的平方 所以另外一种正法就是写出 绿色这条对小线的平方 会等于四组 A比加B比 减掉OAB O3R 橘色这条线的平方 他再写一下 会等于什么 B比加A比就简称 A比加B比 减掉OAB O3β 那这个在这样两个相加的时候 发现O3比较这样 但也可以 可是我比较喜欢这种责 因为我们的观察是一开始 是从父母的两个角 想要去再织造出一些特性 所以我就找B比之辈子有副的两个角 对不对 往这里就得到 好 到这方面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这个 中限定 那我要讲一下中限定在这里 就看得到 都怎么看到 因为B比之辈子 对角形成本的特征 那个特征就是互相比分 那对角形成本互相比分 那因为它会互相比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说这边 这个边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把一个形状画出来 就是红色这个形状 将它拿到楼下 中间这个点叫做F 因为它是终点 所以这样连接起来有关很像 比如说三角形AB珠的中限 AB珠的中限 这就应该没错 那我如果把上面的东西拿下来实用的话 那时候我可以去看一下 你原来蓝色那个公司 是配合上面的图形 那我现在只是把上面那个蓝色的图形 揭取部分图形 揭取部分图形 你可不可以用这个部分图形的线段长去写出蓝色公司 可以啊 因为蓝色公司它写作 它写的B珠品 它写的是B珠这一段长度 可是它现在就是B珠还在这里 可是它称为BM的两倍 所以我现在想要把这个公司借用过来 我就会写出两个BM 你的B珠品 我就把它以第一珠改成两个BM 再挂号 而你后来写的AC品 A到C的品 就是A到M 再一个A到M 因为它是平衡的 所以就是加上两倍的AM 那按照你右手边写的 叫做两倍的AB比加上A柱比 我造就 两倍的AB比加上A柱比 OK 如果我把蓝色改写成现在这个图形 所拥有的东西的话 我就会写成这样子 那因为你蓝色对 所以整个图形这样子写不可对 因为我只是从你蓝色里拉下来啦 它只是这样的写法 里面你又刚刚一个特殊的线段 那个线段叫做AM AM叫做中线 所以我们就称赞它说中线定 这个等式就是中线定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哪里漂亮 还没整理好吗 因为这个时候你看到2被BM的比方 这个2会被5吧 会 它会被10 2会被比方 会被10 所以首先有一个4倍的什么 0加上4倍的什么 等于2倍的什么 所以这个2可以感觉就出过了 所以最后它就被整理出来这件事情 叫做AD比 加上AD比 加上AD比 会等于2倍的 DM 加上4倍 我把这个写在左手边 我把2除过去 这些4就可以约掉变成2 把2再提出来 就留下来 那这个结果咧 我们就称赞 红色这个结果叫做中线定 红色的情况比 对 它的意思就是 当有一个三角形 它的两个边 平方的AD比 加上AD比 之后 会等于 中线长度的平方 加上第三片 一半长的长度平方 对 那个公式看起来就是 你们其实连行定很像 可是BECMA型定理是 外面的2倍 它是现在背著 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 比方的2倍 对 这样一点 所以我要看 中线定理的话 其实我在BECMA型定理旁边 就看得到 所以这个我很快速 就写出一个 简单的看作题 可是我要这个的话 我会用BECMA去正它 因为蛮不良的 因为你要先写 用BECMA 你再写一个中线 然后再聊 所以如果要写中线 我就直接从中线开始 所以上面是要介绍说 连行CMA型定理 可以让你退中线 但是如果 今天我只是要正中线 我就会从中线开始 好 请大家中线到这里 话说 其实这里ABC里面 我刚才三个比较AB 现在改成ABC ABC里面AM 如果是中线 这里这里ABC 加上ABC 中线长度比 加上第三片一半长的比 这2倍 这我把图画面 大家可以上次 要判断 在证明它采成ABC 再六очions ABC A跟Cm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你用到三角形 基本上就是左邊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很單純 教出人家什麼叫做PoSan Alpha 什麼叫做PoSan Alpha 就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PoSan Alpha 來寫一下 PoSan Alpha AM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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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UDA What 果彩PETA在這個圖形裡面你會看出來 它就是AM加上 好 我本來應該要寫什麼比 我應該要寫CM 可是在這裡因為CM的長度等DM 為什麼 因為你說M是重點 那一定要很長 那這個時候我可能應該要寫CM 因為果彩PETA應該這個比加這個比 你剛剛要寫CM 可是我不想按多多寫一個 我就乾脆用跟上面一樣的DM比較就好 所以因為CM等DM 所以等下要寫CM都改成DM 所以這就寫DM 為什麼我這裡會寫DM 請你來看一下 最後再減掉第三邊 AB ACP 所以兩倍的AM CM CM 不是我說CM我會把它改成DM 因為CM可以DM 寫好了 那之後也結合再兩個字 結合的方法很簡單 直接用加碼 那加碼的話 隨便就是0 那右邊這裡 你就會看到就是2NN加成DM 分母都一樣 那分母都一樣的話 等一下寫下來就都不就這樣 可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什麼分支什麼的理由 那就是分子的理由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會可以再換數點 看這個方法 我就不想寫分子相加的理由 有沒有可以 可以嘛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就直接看分子相加的理 那AMP加上BMP高而兩指 就是兩指的AMP在P 那減DMP-ACMP就是這樣 再把減的贏過去 最後就會沾上 沾上這個東西 往左側 OK 中間的理由就這麼 所以你看到是一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呢 我們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會發現說 我要在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就是 就是只要補了兩個角 口塞值一定會相加的理由 那我就用余選定理去寫那個口塞值 就用余選定理去寫那個口塞值 我就會出來 OK 好 所以我們用一個概念 就會寫出兩個口式 一個這樣畢竟這邊已經定 一個叫做中線定 其實假白一點就是 口塞RR加口塞β可以 那你的口塞值是用余選寫一下 另外一個口塞在上面寫寫一下 就這樣選擇到漂亮的結論 那我們就把結論記起來 忘了的話就由你自己再做一句 OK OK OK的話可以洗一下下面配置它的營養食材 OK 谢谢观看 好,所以像这种概念的话,你过来就会推出一些特别的算法,比如说脚无线的长度会不会算,有一点,你可以用那个什么面积啊,我们前面有算错的话,可是如果我们在利用这个技巧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技巧的话, 比如说CEB,还有CKBK,因为像我们现在L在这里的话,这个时光的线断长,你会等于是这两个线断长,所以我们不如就是讲到这两个长度,我会CK跟BK,为什么?因为你会CEB啊,啊,K是多少,其实本上你只要知道17厂的,那你就大概知道CK的多少,OK,那我就开始推关系式,那它关系式用的很简单, 就是这个火菜籽跟这个火菜籽类的,就是相加等于,那相加等于呢,这些事情呢,就可以算往下去推,会出完它的一些现象,那就可以算了,那像这个26PI,就把你丢到右边局,不要理他就好了,那就可以得到一个关系式,就是L等于什么东西,就可以把它整理出完, 测试完后来,讲一个线又有用手指,OK,那就是利用正的方法去重理,我看这样可以了,好,那下面的话就是把图放出来,就把你带公司了,所以单纯只是把它带公司很獨立,可是实际上它其实是一种现象,你可以用在其他的局部上,你看它看什么时候要用,就是这样,OK? 好 那我們正最後一個公司叫韓國公司 那你放電力一線練習一下 直接開轉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裡面可以了 我們就一起阿倫 我們就一起阿倫 恭喜 阿倫 阿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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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跟大家一些一個提醒 這個其實是在講 如果今天有一個三角形ABC 它的邊長是有氣寫 那如果將它第三邊三等分變333 那這個時候每一個分它的手上的線段長 X跟Y的長度會是多的 那這問題啊 那這問題我一起記得 因為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那時候在考教師聖學的時候 去食道路動的時候幫我 他跑出這一題 那我忘記他提供的構造是什麼 但是我記得你沒有一個三等分 就長這樣 那這一題的話 如果改成這樣的話 是一個比較敵意近的 因為你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沒有看到中線嘛 有啦 只是那個中線幣不在 你的579這個三角形 它分別在哪一個三角形 5 6 MY 跟X6 7 這裡都有中線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樣的問題 你把這個三角形的 把它切割成那兩個中線的三角形的話 那你在看的時候就會回來 因為當你把它寫出來的 關機式就會變這樣 那如果寫成這樣的話 你就會看到一個 即是在寫X平方跟Y平方的 二元一次方寫式 對不對 比如說老師二次來 你把X平方向這裡 四次來看 那你就會解說X平方向Y平方 那你連X平方向Y平方 那你連X平方向Y平方 好就是因為我觀察 OK 給大家參考一下 OK 謝謝